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年是62岁 这是澳门的英记茶庄 大约在三十年代头 应该是1930左右 到现在应该是90年左右 我听我爸爸说 就是我伯父和几个人合伙 三九年就带我爸爸来这里 我爸爸去到现在 差不多做了80年多 几岁都有出来玩或者搞破坏 当时有些师傅做茶或者背茶 十多岁的时候都有送货 以前是比较好生意的 去到七十年代 到八十年代初 生意就开始改变 八十年代中后 师傅开始好 基本上没有人去加工或者陪製茶 在那个时候 九十年代初 就只是纯买 简单来说 都是纯买茶 就没有加工制茶 因为我几个小朋友 我三个小朋友 他基本上出过去外面的读书 他有他自己的一种思想 或者是他的想法 现在这一刻 他回答你不会 我不知道他将来 会不会有一个怀念 或者思念 以前他小时候 或者是他长大的地方 是怎么怎么怎么去走过的 就是跟你同样一样 我自己都在这个茶地方走 走来走去 有一种记忆或者是一种思念 所以我会觉得 我做这件事很合理很合情 但是我就不知道 他们会不会有这种方式 那我就希望自己有能力 有个身体可以 就做到有一天 他们说 我愿意回来接手 那如果他不愿意 我也没有办法 其实我爸爸 你们都在这里看到 干头那个就是二十岁 他在这里 基本上 客人可能认识他 他会比较时间长 那很多婆婆或公公呢 有时候他会回来买茶 或者是一种回忆 尤其是上了年纪的女士 你明白我说 很多时候他会说 哎呀阿伯还在这里 或者阿叔你还在这里 我小时候什么什么 那其实是一种很特别的茶 就是卖茶那种 跟客人那种联系 就是卖茶那种 跟客人那种联系 那这个原因呢 令到我有想过 我们要继续做好一点 或者我们选一些 好一点的茶叶 去增加一些客人 对我们的感情 那可能会对我们 买茶的时间 会拉长很多 或者是会支持很久 好了 本 scenery 案里面 好 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